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話新聞 美國在台協會 曾經跟美國的法府做了一個報告 說台灣媒體的民調 往往 對國民黨做得很好 對民進黨做得很差 所以要用這些民調要小心 我今天去把過去 比較偏大的媒體所做的民調叫出來 實在是真的殘酷 那麼當時 大概藍營會贏 綠營贏30% 當然選舉結果的綠營是輸 不過 差距沒有那麼大 那麼民調會那麼離譜 老實講 美國在台協會也說 他們不打算改進 但是 如果說那個媒體的民調 是那麼離譜 那麼我們就要來看 現在 比較偏欄的媒體所做的民調 現在 蔡英文只輸7% 8% 或者是3% 4% 那麼如果用這個標準來看 恐怕蔡英文已經領先了 所以應該怎麼來解讀 民進黨說 這個 這一場大選是決戰中台灣 如果打平 民進黨就會贏 那麼按照TPPS的民調 現在中部打平 按照中國時報的民調 現在民進黨是贏的 所以我們要怎麼來解讀這場選舉 馬總統當時大贏16% 220萬選票 為什麼現在會打得這麼的辛苦 今天我們要好好來做這個解讀 那麼 這個趕快來介紹來賓 第五位是全時報週刊的總編輯 吳國動 光雄你好 光雄你好 另外邀請的是民進黨 台南市的市議員王定宇 王議員王議員你好 王議員王議員你好 王議員大哥大家好 另外呢是民進黨台北市的市議員 檢議員檢議員 檢議員你好 王議員台灣大家好 好 一個南部一個北部來看 那另外是 這個東吳大學政治系的助理教授 徐永明徐老師 徐老師你好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徐老師其實是台中人 好 另外是政治記者鍾聯華你好 王議員國務院請大家好 好 另外是台北大學工行系副教授 何漢俊華老師 華老師你好 王議員好大家好 好那麼一度啊 兩次的這個延遲 一直沒有辦法成立 馬無的競選中部的辦公室 那麼終於成立了在十月初 這個說本來是整合 派系整合有問題 現在似乎表面上成功了 那麼實際上怎麼樣 等一下呢我們要來討論中部 我們先來看VCR 黑派大佬陳根金前縣長黃仲生 在家前議長張青棠張宏年齊聚一堂 力挺馬總統展現團結氣勢 陳根金一句全廳秘書長料料以協調 大台中地方派系 看似維持表面和諧 馬英九親自邀請我來 他希望我來啊 他有誠意我就來啊 主席親自出馬大佬給足了面子 就連之前說過這次大選要休息 挑明嗆聲不想輔選的前立委 郭榮正也趕緊改口 總不能我跟陳街主跟陳根金 我們三個意見會變成做法不能不一樣啊 但是如果陳根金沒有參與 輔選的團隊我們也不太好 單獨的個人的立場 2010五都台中市長選舉 紅派不滿黨中央為提名料料理 黨中央為了摸頭求團結 這回清點紅派人馬江啟臣 辭官返鄉當刺客 這步棋卻也讓黑派有不同聲音 前線議員車淑娟冒著 瓜分來贏票員的風險堅持選到底 沒有真正協調過啦 說實在的 對 因為我覺得這是地方的聲音嘛 最後就是採權到底這樣 對 這部分可能還要問中央耶 副就是說確定參選 那你有沒有這個我不清楚耶 覺得這部分可能黨中央都 還在繼續協調吧 江啟臣刻意低調置身事外 等黨中央出手 防堵藍軍分裂 大台東選情錯綜複雜 馬無配營造大團結氛圍 掩不住派系整合 暗潮洶湧 中央 中央 中央是這個決戰的關鍵點 那麼按照9月26號 《中國時報》說 引述無奈人 民進黨說 蔡英文只要在中部打贏 打平就贏了 打平就贏了 那到目前我們先看這個民調 這是TPPS啊 對不起我給大家看一下時間點 這是TPPS在9月26到28號 在9月底公布的民調 9月底 馬無跟這個英家配 在中部已經打成平手 馬菜打成平手 那現在我們看的是 這個《中國時報》最新的 在中張投地區 英家配以41的支持度 略高於馬無配的38 贏了3% TPPS說打成平手了 《中國時報》說贏了3%了 吳乃仁說打贏 我們就打平 我們就贏了 我先請教一下徐老師你怎麼看 宏義我覺得 中張投為什麼是個指標 因為北藍藍綠 然後更重要的是 如果依照過去2004年 阿扁連任勝選的經驗 也都是在中張投要贏 就算是贏 其實也贏沒有很多 可是如果《中國時報》 T台都做這樣的趨勢 代表怎樣 其實民進黨決戰中台灣的戰略 其實是已經快達成了 所以很多人才講說 為什麼民進黨民調 或遠見的民調 做出來是蔡英文贏 你可能沒拿遠見 遠見也一樣 中張投其實是這個贏家配是 遠見的贏家配也贏 對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中張投是這個趨勢的話 我覺得今天很多民調可能會說 中張投贏為什麼 這個蔡英文還是輸很簡單 因為北部表態率比較高 所以藍在北部的贏會放得非常大 宏義可能贏得10% 20% 可是在南部 這個贏家配贏可能會放比較小 因為表態率比較低 可是我覺得從五度的經驗來看的話 民進黨在北部不會輸太多 在南部的話 只要能維持五度的水準 其實是會大贏的 其實你剛才講中時梯台 我前面講說遠見 其實我們如果在看游盈龍之前 這個所謂太平洋協會放的 蔡英文還是輸 可是在中張投也是平 或甚至小勝 民進黨說他們自己做的事 在中部是輸一趴 對 宏義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你可以看整個趨勢是 中張投不是平 要麼就是小勝 要麼就是剛才講 蘇一派也是在那個範圍之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民進黨目前的戰略是成功的 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的VCR 國民黨急著要整合紅黑兩派 可是風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紅派有候選人 黑派有候選人 宏義 親民黨也有候選人 一個選區除了民進黨候選出來 加民進黨候選 是四個候選人在選 是完全整個台灣政治生態 尤其這次選舉政治生態的縮影 國民黨內不合 國民黨跟親民黨不合 藍綠又在對決 紅藍的三個對決跟綠的一個 搶一席 你覺得這個選舉的態勢是什麼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說 整個民調會呈現出來 民進黨在中部已經趕上 甚至戰略達成 我覺得這是整個大趨勢 因為我們前面講 這麼多民調 不管你做蔡英文是輸多少 中章頭看起來都很穩定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這是為什麼 國民黨急了 現在開始在打輸家權 可是我也覺得很好 要輸家權打兩個禮拜 結果是什麼 中章頭打平 我真的不曉得 國民黨你這個戰略是什麼 我覺得他們不是要透過打輸家權 來打贏中章頭 紅營他們是希望在北部 能再贏多一點 來補中章頭跟雲家南 南部怎樣 輸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現在戰略很清楚 像國民黨 我這樣 我的講法可能很多人覺得比較樂觀 我覺得國民黨現在是退守 北台灣了 就是陶珠苗跟什麼 北北基 可是我覺得這個情況會改變 因為民進黨的所謂 縱貫線這個事情落上來 因為北部 可能檢獄員等一下可以講 北部很多人都講說 民進黨都沒有活動 沒有在造勢 但是我甚至覺得選前兩個禮拜 選前兩個月 選前兩個月搞不好不是決戰中台灣 選前兩個月搞不好是決戰北台灣 我覺得如果是那個態勢之下的話 再加上宋楚瑜落真的參選 我覺得馬英九 目前你可以看出來 已經開始在打到個人 打到親戚 打到 不是罪不禁其母嗎 演防表哥 對啊 打到輸家權變成水扁了 一定要把阿扁請出來才行 然後宏妍你就知道這個選舉 已經打到什麼情況了 是 我們看台中 在上次五都選舉的時候 其實 蘇家權是有機會贏的 要不是那一顆 打連勝文那顆子彈 基本上 差不多一般認為 蘇家權贏的機會是 比胡志強更大 我意思是說 在那個時候 其實在中部以前 我認為藍綠的票數 其實已經差不多就是平了 算了一遙 胡志強的施政 連任比 那個施政更差 出這麼多的事情 從阿拉葉店開始 出這麼多的事情 都不好處理 你認為說 台中的票會增加還會減少 所以我說這個民調做的是 反映 五都選舉以後 那個趨勢 沒有改變 就是 藍的票還在減少 綠的票還在增加 所以我認為做得相當精確 就是說 現在其實是綠的 開始是翻盤在小營 比五都選舉的時候 那個票還要更多 這是 我認為這個民調 我覺得這個可信度非常高 現在問題 我認為 由中部不是贏而已 還要贏多少 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氣勢的問題 你要想看看 你如果在選前 一直出來的民調是說 台中民進黨開始 開始慢慢在領先 從領先 從領先1%領先2%領先3%這樣 我說 國民黨在百部的氣勢 你想說 覺得有 我剛才看到VCR 人家派系都回來了 馬總統親自去邀 我告訴你 第二點 派系回來是為了馬總統 還是為了他們自己的人 你要想這樣 派系 這次 為什麼要二合一選舉 總統跟立委選舉 是因為馬英九 知道他會氣勢 所以他不知道 看能不能 二合一選舉 來小雞 來公母雞 現在是變成這樣 變成說 看是不是立委會幫馬英九 來吹票 跟上次不一樣 上次是 大家要電馬英九的順風車 看馬英九的貼馬英九票 這次不一樣 這次是馬英九希望 這些立委 幫他倒吹票 看吹得出來 不知道 說 創一個亂七八糟的 二合一選舉 總統選了要單四個月 連這種 基本上我們認為 違反憲政的事情 馬英子都幹出來 就是 他的選情很急 他急需要這些地方的 這個立委來幫他倒吹票 我請問 北方這些派系的立委 大家是檢討 大家還不知道 他是為了自己拚多 還是要為了馬英九拚多 我們看到 他現在已經看到了 這個國民黨提名的立委 他會有幾個跟馬英九最順序 所以我說 立委是立委的選情 這個總統是總統的選情 不一定畫等號 所以你說派系回來 派系回來 派系回來 派系自己有人 自己要拚自己的立委的威力 是不是要替馬英九做選 我認為這個大有 大有這個爭議之處 所以在這裡來看 如果只就總統選舉來看 我認為這個台中 這個整個中部的選情 會越來越好 而且這個中部的選情 一毫以後 整個影響國民黨 在整個北部的這個氣勢 所以我們剛剛有給大家看 就是吳乃仁在九月份 有說決戰中台灣 那麼只要中部打平就會贏 那這個是民進黨在中部的造勢 當時也是說決戰中台灣 這是什麼時候呢 這是九月二十五號 決戰中台灣 蔡英文明年說明年就是執政黨 那我們看到 在馬總統選總統的時候 跟民進黨差距是高達19% 有看到 59.54 40.46 所以差距19% 到了09年新市場選舉的時候 差距變成11% 55對44% 到了五都大選的時候 變成51對大概接近49% 差距大概剩下2% 那麼如果按照中國時報 按照TVBS是說打平了 按照中國時報是說 贏3% 贏3% 按照遠見是民進黨贏了 所以呢 其實已經開始什麼 交叉了 交叉了 已經開始交叉了 如果用這個角度來看 是不是代表民進黨真的在中部贏了呢 來 聶華 今天沒有算到選舉還九十八天 我印象所及 從1996年開始第一次民選總統開始 在選舉前100天 民進黨的總統好選人 將來不會跟國民黨的民調 有這麼多年紀 我印象所及 在選前100天 大概民進黨 各家媒體做出來的 民進黨大概至少要輸 國民黨20%以上 至少輸20%以上 現在民調都有改選了 有改選 現在條件比較準 但是我們知道 現在已經改成做宋楚瑜參選 對滿久不利 對對對 我們知道 從民調來看 跟從實際結果來看 除了1996年 李登輝大贏彭明明之外 其他民進黨 將來不會輸超過20% 總統的選舉 兩千塊變成最壞 也輸16% 從來沒輸過 我覺得民進黨戰略現在非常清楚 鞏固南台灣 南台灣本來就有優勢 現在要鞏固住 因為我發現南台灣有一些 基層的支持者 可能恐怕會比較掉以輕心 所以鞏固南台灣搶攻中台灣 我覺得到選前最後一個月 會決戰北台灣 我同意許老實講 會決戰北台灣 絕對不會是決戰中台灣的 是 對 對 谢谢大家